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生活中经常遇到有人是阴阳眼 我在学校这些年陆续也遇过四五位最阴阳眼的学生 他们曾经跟我聊过他们在马路上同学家学校内看到的灵异事件 以下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一起来听听一位小朋友的经历 他常常受到别人欺负,却从来都不会还手,也不会生气 而我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告诉我,他有双阴阳眼 小时候我经常看见阿呆静坐在柳树下面 我们其他的小孩子都是田里巷里串着跑,玩各种游戏 而阿呆就只是傻傻的一个人坐着 他好像从来不和别人交流 同龄的孩子们看阿呆这个样子,就总是欺负他 有的在远处用水枪喷尸他的衣服 有的会用弹弓射他 可是阿呆从来不会生气 当我们都上了小学之后,我才知道了阿呆的秘密 他有一双阴阳眼 不仅可以看见鬼魂,还可以看见山津地怪 阿呆曾经给我讲了他第一次看见鬼的故事 吓得我好几天都睡不好觉 阿呆自出生以来,就戴着阴阳眼 最开始是在他三岁多的时候 他总是看见屋子里有热空气一样的虚影 再来回串动,有时候还可以感觉与什么插肩而过 他总是和爸爸妈妈说这些奇怪的感觉 家长们都听说过小孩子可以看见鬼 于是在老人的指点下去找了师父 可是几次都遇见江湖骗子 做了法事也无纪律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呆长大了 可是眼前的影像却越来越清晰 阿呆慢慢的发现 家里不时的就会出现许多陌生人 而且不分昼夜 只不过,白天的时候 这些人周身犹如围了争气一般 看不清楚样貌 到了夜晚,则犹如常人一般清晰 阿呆第一次与他们产生联系 是他遇到的那只厉鬼 阿呆曾经是一个活泼的孩子 虽然经常看到和遇到奇怪的事 可他在家里还是一个淘气包 有天夜里,他和爸爸妈妈玩过游戏之后 就被带回房里睡觉 家里人都熟睡之后 阿呆被一阵奇怪的脑门声吵醒了 他说,那时候家里没有养宠物 于是他悄悄下了床,想开门看看 还没走到门前 就听见门外发出连串奔跑的脚步声 阿呆愣了愣 可是小孩子的好奇心实在太重 于是他打开门,看到走廊里黑黑的 他光着脚走了出去 走到一半,他垫起脚尖,按下了灯开关 走廊亮了 可是阿呆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大哭起来 只见离他不到两米的距离 一个没有头的人背对着他站在那里 听到阿呆的叫声 那个身体慢慢的转了过来 爸妈听见阿呆的哭喊 跑过来时,阿呆坐在地上 靠着墙大喊打脚 那个没有头的东西还站在走廊里 可是似乎只有阿呆可以看见他 爸妈这一夜都看护着阿呆 阿呆似乎做了一夜的噩梦 身子一抽一抽的 看得爸妈十分的揪心 第二天,阿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不怎么说话,时常看着远处发呆 阿呆总是那么不走运 到哪里都会被人欺负 可是阿呆从来不会反抗 也不会生气 他总是对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 有时看不过去 我会拉着阿呆走开 远离那些坏孩子的骚扰 所以在学校,阿呆只会和我交流 虽然话少得出奇 周末的时候,学校的操场 还是会对学生们开放的 我们每天都会来玩 这天,班里的小胖跟我们说 你们知道吗? 我姐说,咱们学校里有鬼耶 听到这,我看了看阿呆 因为如果有鬼的话 阿呆肯定知道的 可是阿呆没有理我 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小胖又说 学校的地下室的旧仓库 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废弃了吗? 班长这时大声说 你别胡说了 咱们学校现在盖了新楼 谁还用那破地方呢? 你再胡说 我就要告诉老师了 小胖说 你才胡说呢 我姐说啊 那是因为几年前那下面死过人 所以学校才不用了 几个同学有些害怕就回家了 剩下的几个就吵嚷着 要偷着下去看一看 小胖这时说 阿呆是傻子 给他个录影机叫他下去 反正他不会害怕的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惊 阿呆才不傻呢 他只是被鬼吓到而已 我看着阿呆 可我又不知怎么阻止 阿呆慢悠悠地说 我要回家了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 我连忙拿起书包说道 我和你一起走 可是小胖突然跑过来 拽住了阿呆说 怎么了 你也会害怕吗 傻子阿呆不说话 其他同学也在起哄 还哈哈大笑说 阿呆是傻子啊 我拉起阿呆的手就要走 我拉起阿呆的手就要走 可是小胖的力气大 我拉不过他 小胖在背包里拿出一部摄像机 一看 就是在家里偷着拿出来的 看来这家伙早有预模 他今天就是奔着阿呆来的 他把摄像机递给了阿呆说 傻子你快下去 拍完了我就让你回家 阿呆不说话 小胖硬是把摄像机塞进阿呆手里 然后几个人推推嗓嗓的 把他带到了地下仓库 阿呆看着仓库的门 我看到他的额头在出汗 我说道 你们再这样 我就去告诉阿呆的爸妈 你们欺负他 其他几个同学听了 都有些害怕不再吵嚷 可小胖像是铁了心 叫阿呆进去 小胖说 我才不怕呢 你快进去 不然就别想回家 我对小胖说 你等着 我叫他爸妈来接他 有能耐你别跑 我向校外跑去 我知道阿呆的家在哪里 当我带着阿呆的爸爸来到学校的时候 同学们都不见了 只有阿呆自己一个人坐在单杠上 他还是看着远处发呆 手里拿着那部摄像机 我以为同学们是被我吓跑了 全不见人影 可是隔天 其他同学都来上课了 除了小胖 他们都说 那天我跑去找人的时候 除了小胖和阿呆 其他的同学都各自回了家 因此 后来的事情如何了 谁也没有在场 也许小胖去到哪里 只有阿呆才知道吧 放学后 我问阿呆 小胖去到哪里呢 阿呆说 小胖被鬼带走了 原来 那天 其他几个同学都怕被家长和老师责备 全都跑回家了 只剩小胖逼着阿呆去地下仓库 阿呆 绵软的性格居然就真的下去了 在里面 阿呆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鬼魂 还看到猫铃狗铃 有的鬼魂对阿呆视而不见 可有的却狠狠地打他拎他 阿呆疼得哇哇大叫 小胖听见叫声 就偷偷地趴在门缝往里看 阿呆疼得向外跑 快到门前的时候 他看见一只鬼魂在慢慢地向小胖飘去 小胖就像被吹眠一样 跟着那个鬼魂进了地下仓库 走进了黑暗之中 那只鬼魂在经过阿呆身边时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阿呆吓得跑了出来 阿呆从来不会和身边的人 多讲他见鬼的事情 于是 谁也不知道原来小胖是被鬼抓走的 我决定去一探究竟 这天放学 我拉着阿呆来到仓库 我对他说 你看好 别让鬼魂伤害我 我去找小胖 可是还没走多久 阿呆就慢悠悠地说 别找了 小胖应该已经死了 我看到他的鬼魂了 我吓了一跳 两个人都跑了出来 我把那天发生的事告诉了老师 学校清藏了地下仓库 小胖的尸体 在仓库最里面的旧客桌下被发现了 死因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只记得阿呆后来转学了 一直没再见过他 在身边 我们下期再见